Arnold 另一個很喜愛的板塊 就是航運股今早都做得不錯 有朋友在 chat room 問1919 就是張園 那個問題的時候就未開始 他就說有沒有機會突破15.5% 現在都升了4% 升穿了 好 其實第一季你覺得 航運股是否可以繼續持有 你問他一個一個20元都有機會 是 其實你說會不會還有那個誇張的前途性 你抹殺不了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就是你之前說很多人說價值投資 你論價值投資 航運的集裝商的價值投資不是更大 就是你現在說的運價 第一方面你看到CCFI 就是內地的初歸集裝商指數上面 還在高位上面 在高位上面代表著什麼 暴利 用暴利來講其實都不是很 以不格去形容到他們的盈利狀況 我也不知道暴利在高級那些是用什麼 term 我真的想不到 你看長榮海運 即是台灣那間運輸工 可能航運公司出多少月花紅 40個月花紅 台灣那個基本月薪又不高 沒關係的 你猜1919派花紅派得不少 你想想員工 當然月花紅未必有這麼多 你內地人工費用就更少 但問題是員工可能拿著1919的 股權激勵計劃上面 比40個月花紅更開心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航運股很暴利的狀況 是實際反映著盈利 即是它的股價是實際反映著盈利能力 至於你想想唯一要解釋就是 為什麼九月份那段時間 突然間15元 跌到10元這些水平跌得這麼急 因為其實市場都總會關注 就是運價會回落 當時就是未有Omicron的出現 大家就覺得疫情慢慢淡化了 另外集裝商供應也會增加 供應就沒有那麼快增加 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航運股去年很穩固 就是整船 起不切那些船 不像起Leggo 兩三天就砌了 就是191919在去年 訂了很多大船訂彈飯 但是什麼時候船才落成 都去到2023年 所以短線供不應購的狀況一定是在 但是運價有機會回少少落 大問題是現在Omicron的出現 大家都覺得集裝商 或者整個行業的供應鏈上面 都不會太大改變 所以炒到出業績真的不奇怪 1919的焦點就是 去到業績了 假設公司很暴力 怎樣回饋股東 不派中期息而已 不代表不派沒期息 所以在出業績前 你問有貨的 幾大都拿著 今天還要向上破位 帶到20元這些位 但是如果穿14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就開始留意 想一下是否值得 看看市場有什麼新的解讀方法 如果那時我看到疫情淡化 又有一些 供應鏈有機會改善 我沒那麼緊張 運價有機會回的時候 甚至你看316 308 全部都開始有個明顯回調勢頭在那裡 那就理性自一自洩 所以你問我這些位置是抵薄的 你想想 如果你這些位置去take profit的話 你的錢用來做什麼 你的錢最後又是買在股票上 強勢的又是繼續強 問題是因為基本因素正在支援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你問航運股 特別是集裝商的 是可以的 如果還沒買的 你覺得316或者1919 現在還可以吸納呢 其實你永遠都是一個板塊 升到火頭火 有個很樂觀的目標價 可以吸納的 但是分住這樣去買 正如剛才所說 回到14元你又要止息 這些位置無端端會輸一息 分兩住你會賣得舒服點 我會建議分兩住買用14元來做止息 試一下將整體的平均成本 拉到去 看可不可以 大約是14.5至15元這些區間 你做到的 這樣便會拿得舒服點 但是你一住過這些位置拿 無端端又要輸一成了 我覺得可以買的 真是說 因為問題就是這一刻的股值 都不是叫做貴 你講的預測性 全部都是說兩三倍PE 最重要就是夏年的運價 就算回下來都好 其實公司只不過由一個超暴利 用超暴利 回到暴利狀況 這些公司何時才回到合理估值水平 10倍PE 又排 所以你講到未來 這些位置你拿來收息也好 一一當然我們都不知道 它是否排到息 Dude 你有多了 000 0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